堕胎也是杀生,而且杀的是自己的有缘人,更是自己的亲生儿女,我们不说别的,我们只举一个例子,堕胎是不是杀,杀谁,杀自己亲生儿女,他到你家来做你儿子,佛经上讲四种缘,没有四种缘不到你家来,这四种缘是什么,第一个是报恩的,第二个是抱怨的,抱怨,第三个是讨债的,第四个是还债的,他是报恩,你把他杀了,恩变成仇,下一次来报仇,麻烦大了,报仇他要杀你。 如果是来还债的,好,他赚的钱给你花,他还债,他对父母没有孝顺心,但是会供养,供养不缺,他欠你多,他还你多,欠你少,他还你少,还债的来,你把他杀掉,债没有了,加上愁了,讨债的来了,不但你没有还他,你还杀他,来生的时候这个愿结的更重,不但要钱,还要你的命。 世间法总离不开因果报应,所以起心动念马上要停一停,想一想,这个念头会赶什么样的因果,恶念自然就不会起来了,杀到淫妄是恶业,对个人带给很多灾难,疾病,对社会,对山河大地都会引发地震海啸,旱灾,水灾,种种灾难都是众生业力感召的。 这个道理要不搞清楚,永远这个解解不开,这个麻烦生生事事没完没了,抱不见,越抱越严重,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,才可以避免杀生,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因果。 特别我们很多人,年轻的时候堕胎,堕胎也是杀生,杀人,我们以前的认识,觉得是什么,这个生命很威信,很小。 但是在佛法里面讲,当形成名色的时候,名色是什么,十二因缘里面讲名色,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讲,精子加卵子加一个意识,就是叫卵细胞,形成的时候,这个生命体已经形成了。 你把它堕胎,就等同于杀人,杀的是什么人,跟你最有缘的人,你的子女,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,是什么关系,他跟你很有缘啊,你令其命断,为了你自己意识的方便,你把它给杀了,这个罪过大。 所以,有很多人得到现实报,接下来没孩子,天天到庙里来求,拜观音,送子观音,能不能给我送一个小孩子,乃至于花很多金钱去做试管婴儿。 很多人,杀业,躲胎,躲了胎,到了年纪大的时候,都很懊悔啊,那些年纪大的人,年轻的时候欲望很赤胜,福报很大,没有这种意识。 年纪大的时候,懊悔不已,所以我们在座的年轻人,或者年纪大有子女的,一定要劝导他人,千万不能堕胎,堕胎的果报很严重,多病,短命,遭遇横祸,无子之暴。 人怀胎十月就好比盖房子,打完基础,砌墙,封顶,安装水电后,什么都完善了,最后人才能住进来,所以人的原神往往是在婴儿降生的一刻才进入人体,大部分是这样,也有特殊的,提前进入的,但不会太早,胎儿还没有成型,进来了,没地方待也不行。 有人问,如果胎儿没有原神,躲胎算不算杀生? 有没有罪业?胎儿没有原神,但是他有生命,还有破的衣服,古人讲三魂七魄,人的原神虽然最后才进入胎儿身体,但之前其他魂魄已经进入了,所以他才会生长,有心跳,会胎动。 有句话,叫一蕴傻三年,是有这种情况,其实是母亲的破分心去照顾胎儿所致,人遭遇惊吓变故后,也会变得反应迟钝,又叫失魂落魄,人的生命很复杂,稍微缺失了一些魂魄就会变得不正常。 胎儿没有降生前虽然没有原神,但他这个身体是被安排好给某个等待降生的人的。 是他将来的身体,你堕胎了,就是等于把那个人肉身杀了,只是那个原神还没有进来,原神感受不到痛苦,但把人家肉身毁了,相当于强拆,罪过也是不小。 人的生命进程都是高级生命在安排,什么时候出生,什么时候生病,什么时候上学,认识谁,到多大年纪死亡,一切都安排好了,堕胎后就把这一切的安排都打乱了,高级生命会乐意。 一般堕胎会导致命运转叉,因为人的福分是有限的,堕胎杀生会减去很大的福分,造下很大的业力。 没有地方去的灵魂,只能在痛苦中等待下一次机会。 既寒交迫,人死后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磨难和等待,才能有一次转世为人的机会。 你想想在人世间辛苦了一辈子,攒钱买了个房子,还没来得及去住呢,突然间房子被强拆,流落街头的感受就知道了,你恨不恨拆你房子的人。 投生到你家来的人,不管以前是什么缘分促成的,但是现在你杀了他,就结下了仇恨,本来的家人变成了仇敌,给自己将来的生命进程埋下了一个不确定因素。 他还得想办法转生吧,也许就安排到其他人家转生了,但他跟你的缘分很深。 不然也不会第一次安排到你家来,长大后你们一定会遇到,他一定会报仇,渊源相报,何时了? 中国大陆的法律是允许堕胎的,如果你认为法律允许的就可以做,历史上灭佛的时候,法律还不允许修佛呢? 其实允许堕胎的都是无神论国家,西方社会堕胎是犯法的,连中国的台湾、香港都不允许堕胎。 现在的人同居在一起,不幸因果报应,堕胎成为家常便饭,不想要孩子你可以采取安全措施啊。 已经堕胎的,也有弥补的方法,就是为故去亲人做超度。 依照佛家的说法,农历7月15日这天,佛教徒举行鱼兰盆法会供奉佛祖和僧人,嫉妒六道苦难,以及报谢父母掌养慈爱之恩。 此节日来源于一个传说,佛陀弟子神通第一的穆坚连发现他母亲入了恶鬼道,没吃没喝,于是用神通将食物送去, 谁知他母亲拿起来往嘴里一送,食物就变成炭火了,苦不堪言,穆坚连于是求佛陀,佛陀告诉他其母业力太大,必须以众僧人的力量才可以解救。 佛陀父主目前连在7月15日那天,准备饭食百味无果,集罐盆契,烧香燃灯。 将世上最珍贵的食物都放在鱼兰盆内,供养十方大德众僧,众僧念咒加持,欺负消灾,使其母脱离恶鬼道。 在俗世修行的人,作为儿女,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,但也不能执着,人格有命,人自己干了什么就要自己承受,如果进了恶鬼道,那都是业力所致,别人想改变是不行的, 除非你修成正果,替他承受一些业力,但修成正果的人早没有了亲情的执着。 如果那个人德行不错,去世后没多久就已经转生了,你超度祭拜都没什么用,所以要珍惜当下,如果生前为人不太好。 往往会去地狱,承受很多年的折磨,靠超度的力量很难解救,一般业力不大的情况下送点吃喝还是可以的。 人世间的东西烧掉后,就会出现在那个空间中,比如衣服,但现在人弄一些只做的衣服,只做的房子,只做的汽车等等,烧去给那边, 那是自欺欺人还欺负鬼,只做的东西到那边还是指,下面那些鬼收到这些纸质的胡弄鬼的玩意儿,只能当摆。 见,寺院中明确要求不能杀生,吃鸡蛋都不行,有的寺院对这些没有要求,可以吃鸡蛋,喝牛奶,鸡蛋分瘦精卵和非瘦精卵。 瘦精卵就有可能产生生命,外表上看不出来,大乘佛教要修到菩萨以上的层次,戒律上比较严格, 所以大部分汉地寺庙都不允许吃,牛奶虽然是从动物身上下来的,但是喝牛奶不是杀生。 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修行,条件异常艰苦,在一个极可交加的傍晚, 一个牧羊人经过,给释迦牟尼为了些许牛乳和羊乳煮成的粥, 就是这些牛乳和羊乳让释迦牟尼坚持了下来。 释迦牟尼传下来的戒律中没有提到不能吃肉,也没有提到不准喝牛奶,在修炼过程中。 有人慈悲心出来了,看到吃肉或吃奶导致了牛或其他动物的痛苦, 不想再吃这些东西是你个人的事,是法修到这一步的要求,并不是戒律要求的。 人在修到这一步时,看到猪肉,就看到那只猪的模样, 看到他生前跟自己的关系,甚至可能是自己某一世的父母儿女呢, 你还怎么吃,吃肉下去,那被杀的猪的痛苦就反映到身上, 猪肉在微观下看每个细胞都是那只猪的形象, 他们在人的胃中跟人的细胞打架,所以肉类很难消化,也容易得病,就是这个原因。 而佛教认为中阴身与腹经母血结合时入胎, 所以胚胎已是一个友情生命,绝不可加以伤害, 否则就是杀生,杀生为食不善业之首,我们常自称为佛教徒, 而佛教徒的最低定义正是不伤害众生的人, 即使婴儿未出生,由于中阴身已入胎, 他也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,不论什么情况都不应堕胎, 否则就是谋杀生命,此乃佛法之观点, 堕胎是明显违背佛陀教法的,亦是食不善业之一。 佛法认为堕胎属于严重的杀业,切不可行, 另一方面,对孩子而言, 获得人身不义,当尊重他的生命, 虽然还没有生命体征,但也是生命,堕胎不仅属于杀生, 而且属于杀人,是很重的恶业,堕胎即是杀死了自己的孩子, 想想,这些孩子,好不容易投胎到人间, 因为自己的自私,断了他们得人身的机会, 真的是很残忍,这是造了下地狱的业, 这个命债多少劫都偿还不清啊。